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長夫開箱實測 我是阿全 我是Mafis 雞蛋妹 我們今天開箱的東西 大家從小都玩到大 從小做勞作 去到大過煮食 網購開箱 甚至是師傅開工 都會有一把在身 他就是 剪 不要小看這把你用槓桿原理的小工具 由公元前1500年前 古埃及人發明了之後 經過這幾千年的演變 剪刀已經分門別類 變成一個大家族 由以前的剪布和剪頭髮 到現在大部分材質都可以剪得到 從小用到大的你 究竟會不會分不同的剪刀呢 而且一把好的剪刀 知不知道又要具備什麼條件呢 今集開箱實測 我們就來一個 剪刀家族大PK 我們平時都是講開工業工具 這次一樣都不例外 先講一講開工的師傅 平時在身上會帶什麼剪刀 然後再由我和大家看一看 家居的剪刀有什麼新花款 很多師傅 特別是電工師傅們 其實帶很多不同的鉗和剪在身上 就在不同的情況下用 比較常見電工師傅用 就是一種電纜剪 一些斜嘴鉗 扇耳鉗 還有一些鐵皮剪 還有這些如果大把少許 用來湯蛇非常之好用的剪 因為不同的情況下可以用得到 那你可能問 這麼多把剪下來做什麼呢 其實大家如果見師傅上來做事 很簡單好像駁一下線 穿一下線 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做 可能大家是留意不到的 譬如一條電線 那你要剪的 剪就用電纜剪 剪完線之後 那它要開線開皮 那又要用這些工具 或者是剝線鉗的工具 就是開皮的 然後將一些線穿到一些膠喉 即是包膠喉那裏 那你要剪它 那又要用另一種箭去剪 那假設 如果你那裏是真的需要用到 這些叫線椅的東西 那就需要一些線椅鉗 去將那條電線鉗在這個東西那裏 那鐵皮剪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那些師傅 可能有時候做槽 做什麼的時候 就需要用鐵皮剪來剪 不然是剪不開的 不過師傅們 如果拿這麼多不同的剪和鉗 其實就非常之重 非常之不方便 搞到整個袋都是 那我手上這邊這把 台灣製叫做暴龍剪的東西 其實就是那種萬龍剪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構造是一個開口 65mm的開口 那就是給你剪大型的射 那些電纜 它都可以剪得到的 上面這個直刀印的位置 就可以給你剪金屬軟喉 鐵 鐵 膠 甚至皮等等 那後面還有斷線位 那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防止你剪得太多線 我刀印 那就剪到它都燉了 另外它有0.3至6mm的開線位 那你見到其實它有一個黑度在上面 還有兩個分別是2.5mm 和6mm的線衣鉗位給你 那就是給你夾剛剛講的那些線衣 所以說它有一把電工專用的 萬能工具都不為過 為什麼呢 因為它無論是開皮 剪線 剪後 壓線耳 甚至是湯蛇 它都可以一把弄好 那可能你就會說 萬用工具 那就是通常都是周身都沒有張力 那其實我手上這把的剪就不同了 它在用料方面就非常講究 首先它在金屬的位置裡面 就用了日本的420J2不鏽鋼 那日本就是金屬 那就不用說了 有質量保證 而且它跟一般的剪線鉗 和尖嘴鉗是不同的 它用了一個叫槍形握把的設計 用意就是讓大家可以更加好出力 配合它的硬度極高的刀刃 令到它的剪設力非常之強 另外這把萬用剪 還有安全鎖和防滑設計 用起來就更加安全了 另外它還有個類似槍袋 可以放在皮帶或工具帶上面 用完就這樣插回去就可以了 也不怕會掉下來弄傷人 或弄傷自己 以下下來就是我們試剪不同材質的片段 就是我有一枚用的蒜蓉 既然講到居家的剪剪 那我們就交往Mavis說下家居用的剪刀 一個家可以用到多少把剪刀 在我前面就有文具膠剪 部位膠剪 手工的膠剪 花剪和圓藝用的支剪 另外亦有廚房膠剪 甚至是電動膠剪 先講大家最常用到的文具膠剪 大家應該是經常都會用 例如剪一下紙 剪一下膠紙 又或者拆一下包裝盒 但是你剪硬一點的 例如剪一些索帶 或者比較厚的硬卡紙就已經未必剪到 你輕則可能剪不動 又或者會咬一咬 但是重則的話 可能兩片刀刃就會好像這把剪刀一樣 分開了 以後都剪不到東西 要報廢了 而剪用 又或者花用的剪刀就需要很鋒利 所以如果用菜來剪其他的材質 例如木 竹 又或者膠等等 很容易會剪到刀片凹下去 刀變頓便會溶回 而市面上現在還有很多這類型的電動剪刀 用來剪一些帆布 地毯等等 廚房剪刀要剪到很難剪開的生肉 骨頭 開海鮮等等 好剪得來 還要求容易清潔 又不可以生鏽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買一把剪刀回去 這麼容易就變頓 又或者剪到壞了 又或者在同一時間剪很多不同材質的東西 要準備超級多把剪刀 超煩 今天我們就要介紹方家開始流行的萬用剪 這把萬用剪刀 這把萬用剪刀就跟剛剛那把布龍剪一樣 也是台灣的出品 你看上去就有少少工業風 但只要你換一個顏色 噔噔 會不會是假舉少女感出生呢 雖然說是日常使用 而且外形就跟廚房剪刀剪刀好像差不多一樣 但它有很多微細位置的構造 令到它可以一剪多用得來 風利度和體驗都是完全不同的 level 先講基本材質 它同樣都是用日本不鏽鋼製造 而刀刃有3mm厚 為什麼厚度那麼重要呢 一把剪刀耐不耐用 除了看這把刀夠不夠鋒利之外 就要看看刀刃夠不夠厚 常用的文具剪刀因為刀刃太薄 所以很容易變形 而這把剪刀加好 就確保不變形和耐用了 之後我再由這些細微位去慢慢看這把萬用剪刀 首先它在尖端就有個切口方便大家開箱用 不需要像以前一樣用一個尖位刀下去拉 又或者打開把剪刀來解這麼危險 至於它的風利度和萬用程度 可以說是居家萬用 我們就找了些東西試給大家看 你看它刀刃上面極密集的鋸子設計 非常好剪 除了鋒利 剪微細位時更好靈活 剪的感覺很實在 它裏面還有一些比較大的腳尺 在剪圓柱體時防線用 例如剪青瓜之旅 它下面還有斷線器 專門給剪鐵線時用 為什麼一把剪刀要這麼慢 同時拿過去做花藝 在剪花時又會剪到膠和鐵線 以前剪刀都幾把 買剪都賣到窮 現在一把就慢用 搞定了 我剛剛用了這把慢用剪刀 去做手工藝 和這些專門工具做一個對比 剛剛測試這把慢用剪刀 是通過了成功的 但我也覺得這些專門工具有它的優勢 但如果你是初學DIY的人 未必會買這麼多工具放在家裡 所以我覺得這些慢用剪刀就很好用 還有這把剪刀的握手位是很人性化 可以放到這麼多隻手指 還有捉上去它的力量很平均 所以不會一用得久就痛 還有剛剛也有說到去剪生肉熟肉都可以 家裡廚房用 又或者露營用都適合 剛剛就用這把慢用剪刀 和廚房剪刀去剪不同的食材 其實菜的分別就不太大 但去到肉類 即是特別雞 或者豬腩肉 就會有很明顯的分別 用普通的廚房剪刀 脂肪位就很難剪得開 還有會有塞住中間那條縫的問題 但用這把慢用剪刀就非常清脆 就可以剪掉所有東西了 以下就是試剪不同材質的畫面 先把它剪掉 而且它用了可分體式的設計 方便大家用完之後清潔 刺合到廚房剪刀要防細菌的要求 它有不同顏色方便以襯之外 還可以讓大家分成不同用途用 又或者家裡煮飯用一把 文書DIY用一把又可以 至於大家想到怎樣用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各位有興趣的話 記得上我們大丈夫的網站 又或者去門市看看 另外有什麼主題想我們拍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以及記得CLS寫上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Ciao 大丈夫大丈夫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